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式凉面其实和我们中式的这种凉面有着截然不同的口味 它不咸不辣反而会有一点点的甜 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要教大家换一种口味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日式的凉面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准备的材料部分有哪些 蛋丝 黄瓜丝 火腿丝 海苔丝 芝麻酱 花生酱 蜂蜜 糖 醋 那么在制作方面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面呢放到锅里面去煮熟 煮呢不要煮到太熟 就是稍微让它有一点还有一点点硬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捞上来了 捞上来之后马上把它放到凉水里面去变凉 那这个凉水呢一定要越凉越好 最好呢还是有那种带冰块的那一种 然后放下去之后呢就冰在那边 因为这样面最后再吃起来的时候呢 就不会那么软那么的面 就吃起来比较有一点点的嚼劲 那这时候呢我们在另一个锅里面呢 摊一张鸡蛋饼 就是把鸡蛋打碎摊好 摊好了之后把它拿出来切成丝 切好了之后放到旁边去备用 这时候呢我们在另一个碗里面 大一点的碗把这个面捞出来 放到上面 然后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鸡蛋丝啊 海苔丝 火腿丝 全部都放到上面 放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另一个小碗里面调这个酱汁 酱汁呢就是您把这个花生酱 以及芝麻酱呢都稍加一点点 不要加太多 这时候要加水把它调开 因为调呢 您只要加一点点 然后调呢就可以调出差不多多半碗了 所以千万不要加多 那调好了之后呢 加一点点的糖还有一点点醋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一点点的蜂蜜一起调开 调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酱淋入刚刚我们拌好的这个面上面去 如果你喜欢呢 也可以撒一点芝麻在上面 这样子做好了日式凉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厨还有什么样的小提示 与我们分享 凉面的小绝窍 当你的拉面煮熟的时候 捞出来的时候 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去 一定要放到很冰的冰水 或者丢到冰块里面去 把它凉透 就是今天在节目中教大家做的日式凉面 那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资讯呢 欢迎登陆华龙美食 往tastepro.com上面去查询 好 更新的收看 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伍牧及华龙美食网独家赞助播出